Pokemon 大集結 Unite 八鳳鳳的小技巧 由於我自己都玩過100場的白鳳鳳 所以對這隻的鷹都有一些心得或技巧想說一下 這些就是我之前玩過的片段 首先會說一下技能 這個技能我自己會配搭用清草攪拌器 你見到它是可以向前攻擊 之後如果你向著直線走是會有一個加移動速度的效果 這裡有一點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技能的距離剛好去到敵方精靈 它是會觸發第二下的傷害 譬如你現在看到550多就是一下的傷害 但如果你剛好去到精靈的位置就會看到多一下的傷害 第二招技能就是棉花防守 這招技能也沒什麼特別要說的地方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防守 幫隊友加護盾 然後大技的話 大技其實是一個能夠輸出 亦能夠幫人回血的技能 當它摘下來那一下就會進行回血的效果 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你可以自由選擇白鳳鳳降落那一刻 譬如你現在在空中 當你按多一下大技的時候 它就會跌下來 讓你控制到你想跌在哪一個位置幫隊友回血 之後我們就說另一組的技能 首先第一招就是花粉團 花粉團這招技能我自己比較少用 所以也不太適用 不過就知道花粉團其實是一個能夠對敵方造成傷害 亦都可以為自己回血的一個技能 假設你把花粉團丟到對手裡 當對手黏住了它會有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內如果你走進去 它就可以幫你回到一定的血量 其實對於團子來說 我自己覺得都比較難用 因為花粉團是一個很難控制到 它什麼時候爆發那一刻的時機 所以捉時機都很重要 但我就沒有什麼研究過怎麼用 另一招就是這個棉包子 這招棉包子也是不建議 或者是我比較少用的 因為它是沒有辦法去控制到它落地那一刻 就是說你按完之後 你要計好時機才再造成其他人的一些傷害 或者擊飛的效果 所以我就不建議大家用 好,這裡就介紹一下 白鳳凡會用什麼道具會比較適合 首先進來 持有物 這裡你會看到我用一個救援的 這個救援的屏障 學習裝置 和這個博式眼鏡 但其實不應該用眼鏡 最起碼要有學習裝置和救援屏障 因為首先講一下救援屏障 這個救援屏障 就是當你使用大技的時候 你可以為自己和HP最低的我方的精靈 出一個30%上下HP的護盾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再配合白鳳凡的大技幫人回血 就會做到一個很好的回血 甚至在團戰的時候 一個很好的救援的時機 好 而學習裝置的話 其實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來 因為白鳳凡可能升到4 或者4打後開始 可能經驗值 甚至是打怪 就要讓給其他角色 譬如讓給另一個輸出角色 所以學習裝置在這裡就有用了 而最後一個其實就 看大家想選擇什麼 其實最好當然都是選擇一些防禦型 譬如有突擊背心 或者是一些叫做氣勢頭帶 這個氣勢頭帶最有用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在你低血的時候 3秒內幫你回復11%的HP 都十分之強 譬如還有可能你可以戴空背靈 用來回多一點血 增強你的持久性 都可以的 那就看大家想選擇哪一種的道具 打到了對面 要打他們了 講一次機 這邊 拖束束束束束 guer 要拖住他 200分 追妳就對了 我燒在你 怎麼記紋實 沒有了 拖ocket 完成了 完了 沒了沒了,OKOK,但入了1分 入了1個,還有一個路卡要搞 路卡,打路卡 他拿了分,在你前面 幸好我打了一下,在你前面 嘩,如果這裡100分 加了多少,差點輸 多快戳了,我會有啦 檄,輪到你頭上去 我愛你,總之可能都是 我的,我愛你,etos不一樣 我愛你,我愛你,你呀 我愛你,我愛你